主料,白萝卜250克,辅量,油,盐,豆瓣酱,白糖,香菜,姜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白萝卜洗干净去皮,香菜炒洗干净,白萝卜切成丁,加盐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,起油锅,姜蒜入锅煸箱,豆瓣酱入锅炒,加白糖炒,炒均匀关火, 炎制好的萝卜控出水,添加炒好的豆瓣酱,搅拌均匀,撒上香菜即可享用,烹饭技巧,你喜欢啦,炒豆瓣酱时不必加白糖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